讲修行 落实于生活 讲经典 应用于人生 欢迎来到禅心学院 聆听 达观师父教会 开启 智慧人生 畅谈 六祖谈经 一 二 四 五 极度知心 整理者 心灯 赌颂者 心音 十 北宗门人 自立秀诗为第六祖 而继祖诗传译为天下文 乃主行昌来赐于诗 十 北宗门人 自立神秀大师为第六祖 而极度六祖大师传译为天下文 乃主行昌来赐于六祖大师 看到这一段 我很感慨 六祖大师真的是多灾多难 前有追杀 后有刺客 六祖一生真是太传奇了 一般人不容易有这种遭遇 这代表他太重要 太让人嫉妒了 故有人要把他置于死地 十年前 有学生讲过一句话 深深刺伤了我的心 他也不知道他讲得对 还是讲错 他说 师父也不让我们学习讲课 只要有师父在的一天 我们也别想去讲 难道我在 你们不能讲吗 我的势力范围实在是很小 你们有很多地方可以去 你要随缘 你有你的姻缘 我有我的姻缘 神木有神木的作用 小草有小草的作用 以前的寺院 几乎都是国家的 都是朝廷的 你不可以私自翻修 神秀和朝廷的关系很好 他要安排他的徒弟 去哪里弘法 都有朝廷庇庇护 况且那个时代 北方发展比较好 南方比较不发达 由此可见 神秀比较有力 六族比较有名 有力不够 神秀的徒弟 还是极度六族 还想名利双收 因为他们咽不下那一口气 他们认为 唯有把惠能铲除 神秀才能一株独秀 神秀并没有这个心 而是他的徒弟在作怪 在害他们的师父 同理 我们本当僧赞僧 出家人赞出家人 这个道场赞叹另一个道场 而一般人 却常常会诽谤的 谈到这一段 我们常常说 六族也很坎坷 没有出家人 出家时就有人追杀 出家后 还一直有人要刺杀他 为什么六族这一辈子 会遇到这些事情 那也是过去 跟别人结的姻缘 但是换个角度下 人家有时候是演戏给你看的 菩萨很慈悲 六族是菩萨 说不定那个刺客也是菩萨 我们就要知道 这出戏在演什么 他带给我们什么启示 神秀的弟子 总认为他们的师父才是六族 故极度会能 极度别人已经很不善 有这个心 很要不得 已经不是修行人了 恐怖的是 他们居然派刺客去刺杀对方 我们长讲人心不顾 但现在一看 朝廷就有人这么恶 而且是出家人派刺客 离谱到我们不能理解 但是谭经流传下来了 这并非虚构的 这是事实 有人跟我讲 古时代的人 比现代的人善良 然而从历史角度来看 以前皇帝折磨人 比现代的人更可怕 他们不是把一个人杀死 而是把一个人四肢都剁掉 把他浸泡在一个缸里面 让他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反正 不论时空 只要是迷人 做什么事情都大同小异 你还是问自己 你学多久 或是什么身份不重要 问题在于 你是什么样的人 文后思维 你还有极度他人的心吗 心平何劳持戒 行职何用修缠 感恩六族会能大事开示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优优独播剧场